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齊悅 今天的台股 這個震盪得非常劇烈 上禮拜五 我們在節目當中 就跟大家說 我們在賣股票 今天台北股市 開低往下殺 我想很多投資人 想像不到 想像不到 為什麼會想像不到 因為大部分的人認為說 這個地方就是止跌的點 或者是大家認為說 台股應該不太可能再跌 但是很多情況 都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樣 很多情況都跟大家 所想的不一樣 今天台股在尾盤的時候 從下跌370點左右 一下子往上拉 一下子往上拉 今天有個小小的下影線 但尾盤又有一些震盪出現 尾盤又有一些震盪出現 我之前在節目當中講過 跌破了7月低點 台股後續來講 整理的時間會更久 整理的時間會更久 也有人說這是國安防線 所以預期就是說 國安基金可能最近有機會 有機會會進場 我想下跌的時候 下跌的時候進場 也是一個標準動作 上禮拜為什麼要買 在所謂的橫向整理區間 下跌的時候 很多人是不敢買 上漲的時候認為只跌了 抱著也沒關係 但我們上禮拜的動作是什麼 我們上禮拜的動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我在禮拜六的時候 就是24號 我在我的LINE裡面 所發的這個一個文 那這個文當中我們看到 9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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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找盤的時候 賣股票 獲利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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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在整理的格局當中 你沒有辦法把它做成什麼 波段操作 所以上個禮拜我會想賣 最主要是因為我認為 這個禮拜下跌的時候 會有機會 把我們賣掉的錢去買一些 我覺得長線會比較 或者是它的價格 會比較皮的股票 這個是我的操作方式 所以從過去我8月份 跟大家講標準股票以來 我們這一路上做的操作的股票 不管是生技股也好 或者是電子股也好 只要你能夠買得夠低 你上檔的獲利就非常的衝龍 而且你選對的主題 對的股票的時候 你就比較有機會什麼 看到你的什麼獲利空間 我們常說價差 價差是什麼 價差是來自於你低買跟高買 價差是來自於你下跌的時候買 跟上漲的時候買 台北股市今天跌這麼多 你說它今天 國安基金到底會不會進場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今天台積電 沒有破前提 到底是誰守住台積電 所以我們從指數到這個位階的時候 市場上一定是一片的悲觀 我剛剛在錄影之前 我看了一下這個 臉書的一些股票的社團 很多社團基本上都是比較悲觀的 但我們在過去8月中旬 8月16號的那幾天 我們就跟大家講 你不要追股票 後來的股票你要做解決 你要去面對它 一直到今天已經到9月底了 這一個月以來印證我所說的 如果你當時候8月15 你沒有去追股票的話 你到現階段為止 你可能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台積電守住前低 我覺得這個地方來講 他告訴我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巴菲特說的 當潮水退去的時候 你才可以看到誰在挪油 今天就是潮水退去 今天就是潮水退去 台積電為什麼有買盤 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好的股票在下跌的時候 會有買盤出現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當你悲觀的時候 可能這個地方 慢慢的就會有人進來 慢慢的就會有人進來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張老師你看好未來的景氣的展望嗎 我們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個是在聯準會升息之後 研究單位布倫比爾跟所謂高盛 他們所做的一個研究的GDP的預測 來我跟大家講 這個是我們今年第四季 第四季的所謂的 整個實質的軍紀成長 那未來是一路往上走的 那高升預期的是藍色這一塊 高升預期的是藍色這一塊 他看得比較悲觀 但是你看他不管他悲觀還是熱觀 他整體是往上走的 有沒有發現 也就是說明年開始從第一季見底之後 整個GDP整個經濟成長 就會從第一季第二季慢慢的往上走 就算是他這麼悲觀 他還是看到往上成長的格局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股市不會在明年的第一季落底 因為如果我們就GDP的 這個所謂的路徑來看 第一季是什麼 GDP最低的時候 這是Q1 Q1就是第一季 2023年 所以你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其實如果第一季的時候 是經濟落底的時候 那股市什麼時候會落底 各位認為股市是在之前表現 還是在之後表現 一定是之前 所以我上禮拜賣股票的這件事情 我要傳達給大家的一件 一個方向就是什麼 當大盤開始出現 重大的震盪的時候 很多股票變得很好買 很多股票變得很好買 但是這個時候 大家已經受不了撐不住 沒有辦法可能被遣出去 甚至今天這個沙盤沙下 很多有融資的朋友 今天非常的痛苦 那什麼時候會見底 我想大家在思考這件事情 每次我看到報紙 融資斷頭追腳令的時候 我認為那個時候就是底部 我認為那個時候就是底部 那我們今天台積電 所謂守住潛力這件事情 它告訴我們說 其實今天大盤跌的是一些 所謂的比台積電還要差的個股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一次的下跌過程當中 它反映的是什麼 好的股票 我可能會繼續往上走 但是壞了股票這個地方就繼續往下沉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你必須要做你的持股的整個 這是我上禮拜不斷跟大家講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看到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的 6104的創委 今天又破底了 6719的立志 今天又破底了 這不就是我在8月份的時候 跟大家分析過 你不要一直抱一直套的股票嗎 那今天是不是又破底了 那破底的時候你怎麼辦 所以我們話講話 即使今天真的到了所謂的大盤 走到所謂底部整理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能力再反敗為生了 就是你因為你沒有辦法 把你手中的股票 好好的去面對它 台積電先進製成這個技術藍圖 我在9月初的時候跟大家講過 2023年的所謂的3奈米的 這個加強板會是台積電 我認為在未來的成長空間 為什麼會需要用到3奈米的先進製成 還有這個所謂的N3 Enhancement 這個東西就是未來 如果我在所謂的高速運算 比如說像什麼 像Data Center 比如說像所謂的5G的交換機 或者是更多更多你需要用到 快速運算能力的 包括超級電腦 像這次物業戰爭裡面其實 都有一些超級電腦的運算過程 這些東西其實都需要 很好的先進製成的晶片 這個東西未來絕對是長線成長 因為當我們跨入5G的耐克開始 我們全世界的一些設備 全部都要改變 我以前是通訊產業出身的 我在航空畢業 我在通訊產業待過一段時間 我非常清楚 不管是任何的設備 你的運算速度如果快的話 你會比別人先進一步 所以包括未來的自動駕駛 當你發展到電動車的時候 自動駕駛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抗拒的東西 所以你整個運算過程需求都會增加 因為你必須要在當下的 幾秒鐘的時間之內 電腦必須要算出 你未來的所謂的路線圖要怎麼走 有時候回傳的速度 5G以上的速度夠快的時候 電腦運算的速度也要快 既然這個東西 未來會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不管是你的自動駕駛 不管是你的大數據 或者是我們現在 發了一些圖片在臉書 或者是一些IG上 這些東西你都要去發 運算速度要快的話 你的先進製程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話說回來 如果台積電今天出現 買版前進沒有破代表什麼 代表這些外資或者是這些大 他們認為 大盤修正到這邊 它雖然破底了 但是我認為台積電 這個底點是可以守的 也或許大戶他們想法是這樣 他們看的是什麼 一定是產業的基本面 好 我講了這麼多 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八月中旬我提醒大家 不要追股票的時候 這一路修正下來 如果當時候你可以改變方向的話 你在現在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就算現在真的 大盤開始要做一個所謂打底 甚至開始反攻向上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辦法 你已經沒有能力參 你只能等著你的股票慢慢的上來 但是問題來了 今天台積電可以守住前低 但大盤是破底的 代表什麼 代表不是每個好的股 每一檔股票在未來 大盤往上走的時候 它都會跟著上去 我在節目當中我跟大家講過 其實好的股票 它一定是一個持續成長的產業 什麼是持續成長 我來舉個例子 我們看這一個 這個是所謂的電動車的成長幅度 我們看這個是2022年 就是今年 在過去這從2018年到2020年的時候 它的成長幅度是比較緩的 當然受到疫情的壓力 可能2020年是比較低的 但是這些東西都會在2022年 甚至2023 2024的時候 出現大幅成長 你有沒有發現 在今年的時候 這個預測成長的部分 出現了一個拐點 轉折點 開始整個成長幅度擴大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所謂長線成長的趨勢 所以你今天看到 大盤跌下來的時候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是TOW 已經三成甚至四成 你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改變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一個 就是LINE群 他們在傳那個資料 產業很多其他同業的老師 90%的人 90%的老師 他們的會員的股票 最少都賠三成以上 有五成的 有六成的 有七成的 這是LINE裡面傳的 但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認為是非常有可能 因為從18000到13000 從18000到13000 這5000多點的跌幅當中 如果你不設停損的話 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 所以為什麼停損這麼重要 就是你不會一直抱一直套 套到最後你沒有辦法改變 你沒有辦法改變的時候 等到所謂的 真的看到很多價值型的股票 包括像這個電動車 長線成長的曲線 你沒有辦法去介入 或者是你沒辦法去查你 或者是你所買的股票 雖然是同樣的題材 但是它已經修正了三成 四成甚至更多 所以我上禮拜五賣股票的時候 我就是為了在這禮拜 大跌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找我的 潛在的這個名單 口袋的名單 我帶我的會員進場去佈局 台積電 今天的這個守住前提 我認為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半導體在明年第一季來講 N3的 enhancement 這個3奈米的加強板 會成為台積電的一個主軸 但前提的部分今天守住 未來我們要看今天的低點 能夠維持多久 因為畢竟在今天量 稍微是比較少的 好 加權指數今天 出現新低點13743 如果說你用布林通道去看的話 我要用技術線型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盤勢到底你要怎麼去觀察 它今天乖離在所謂的布林通道的外圍 好 各位觀眾朋友你仔細看 這個很重要 你看到這個通道的下緣對不對 這個就是有點像一個什麼隧道一樣 好 那這個通道在過去台積電 幾乎來這一個 只要乖離在通道外圍的部分 很容易就收斂了 加權指數 大盤是這樣 很容易被收斂回去 所以過去的下跌當中 哪怕是我們這個6月底的時候 這兩波的這個大跌 其實都在這個所謂 布林通道內圓裡面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第一點我們先要觀察就是說 明天會不會有低點 如果不會有低點的話 布林通道往裡面做收斂的話 這個W底才有機會形成 否則你沒有辦法去預設立場 但是比較值得清新的是什麼 台積電今天的一個所謂的 守住前低的動作 我認為他給了我們一個什麼 一個想法 我認為他給了我們一個想法 如果未來他能夠 在前低這邊止跌住 印證了我所說的話 上禮拜賣股票 我們這禮拜大跌 準備佈局新股票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廣告之後我們回來跟大家講 到底哪些個股有機會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很快的來看一下 這個產業的成長圖 這個電動車的長線成長 我們剛才已經跟大家講了 未來2023年會比今年多成長60% 2024年會成長多30% 以這樣的速度算下去 它的平均的所謂的年成長率 從2023年開始 是以40%的速度往上成長 好 我們現在來看 3046的漸跡 這是我們之前高檔獲利的股票 拉回 連續三天的拉回 以目前來講 它的整個所謂的月線的仰角 目前還是往上走 好 這種個股 它之前的題材是什麼 就是拜登的9億美元的 這個充電樁的政策 這個政策沒有改變 這個錢也不可能收回去 因為國會已經通過了 既然通過的話 它的產業趨勢是沒有變的 它的產業趨勢是沒有變的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整體來講 既然你的產業趨勢沒有變 你個股未來修正完之後 理論上應該走回它該走的路 因為這個是產業的因素 很多人今天看到大盤跌很多 每隻股票都跌很多 跌7% 跌8% 認為說台股死掉了 認為說現在這個盤 可能會回到1萬 甚至有人喊到1萬以下 這個叫沒有sense 沒有sense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不可能 各位 台積電是 台股的中流砥柱 護國神山 你要它跌回到 指數跌回到9000 你認為台積電會跌到多少 可能嗎 不可能 你稍微有點產業概念的人 都知道不可能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當現在大家都討論說 台股會跌到1萬點 1萬點以下的時候 這不是大家都會傳的新聞嗎 往往過去不管再怎麼多次 再怎麼 經歷過多少次 包括次貸危機 包括歐債風暴 中國去幹廣告 2015年的那個時候修正 2018年的美洲貿易戰 2020年的疫情 哪一次不是大家失望離開的時候 爭相逃出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最低點 所以當有人跟你講 會看到1萬以下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不用客氣了 找對的股票 因為當很多人悲觀跟恐懼的時候 巴菲特講過一句話 當別人恐懼的時候我貪婪 我們用邏輯去分析 這個電動車產業有改變嗎 難道會因為 因為這一次的所謂升息 而改變路徑嗎 不會 2030 2035年所有的電動車都還在路上 不能再賣汽油車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怎麼可能因為你的升息 就改變路徑 各位會改變得只有股價 會改變得只有人心 政策下去就是要做 所以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個禮拜大盤跌這麼深 從禮拜一開始到未來 到禮拜五這五天當中 如果台股持續修正 請問這不是好的機會嗎 我在8月中旬的時候 跟大家講不要追不要追 那個時候1萬5千多點 現在跌到1萬3千多點 我覺得有機會 我那時候跟你提醒 不要追高的時候 就是要告訴你 未來如果修正的時候 你才有機會買股票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種產業 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是一定得做的時候 升息只是讓我們提供 更低更好的進場點 而不是你離開股市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禮拜 你離開台北股市 或者是你從此不玩股票 我保證兩個月之後 你絕對後悔 你絕對後悔 因為我說真的 升息這個議題持續發酵 9月10月持續發酵 兩個月後是11月份 它未來就會反映到 第一季的所謂經濟成長率 沒有一個零準會主席 會希望什麼 美國的經濟往下走 走路衰退甚至大蕭丟 沒有這種事 抑制通膨跟走路大蕭丟 是兩回事 所以當我看到很多市場 這種言論的時候 說什麼跌破1萬點 這種言論出現的時候 我聽到都想笑 台積電現在是多少錢 好 我們話說回來 304U的建基 我們之前的高檔獲利的股票 代表的是充電樁 中探針也是 3003U 2457U 甚至是做電池的4739U 4721U 各位有沒有比年初的時候好買多了 然後比年初的時候好買多的時候 現在大家不敢買 年初的時候很難買 然後大家拼命買 各位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散戶是這樣 有三件事情它會做 會後悔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大漲的時候拼命買股票 第二件事情是大跌的時候 不敢買股票 第三件事情我認為 最需要修正的是 沒有射停順電 我的股票一定會射停順電 為什麼 因為當100塊跌到90塊的時候 你只要漲12個百分比 你就可以回到100塊 可是當100塊跌到剩70塊的時候 你已經賠到30塊了 你最起碼要賺到45%以上 你跌30% 然後賺到45%以上 你才回到100塊以上 跌30%回到45%以上 如果你今天跌到剩50塊的時候 你要回到100塊 你要漲一倍 所以我覺得賞戶有三個重點 我覺得要調整 第一個 大漲的時候拼命追股票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大家不要做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大跌的時候不敢買 第三件事就是不射停順電 我這話講得比較重 但是今天台股大跌這麼多點 我覺得我們該去思考什麼 到底我這個股票怎麼操作比較好 如果說你在買賣點的過程當中 你需要協助 你需要有人給你方向 我覺得我可以扮演那個角色 因為我上禮拜五 在賣股票的時候 我在我的中式節目當中 我也親口跟大家說 今天就印證了我的動作 所以我不是說我多厲害 而是我覺得 如果你在股票上需要幫助 持股需要診斷 或者是未來的方向 你需要我給你有指令的話 加入我的LINE 88168BIP 馬上加入 我們做個朋友 如果你的股票有狀況 需要體檢 需要體檢 需要診斷 加入我的LINE 88168BIP 接下來我們有新的股票 才有機會帶你進場布局 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有新的股票